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我们命令明天堂 台湾总统大乱斗的特别节目 那我们看到了 现在我们的三组候选人都已经确定了 那我们之前有说过啊 选政副总统啊 副手的状况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老师还是要说一下 因为你政副总统啊 副总统他的能量是必须要提供给 我们的主位 给他一个很好的support 所以说呢 这个副总统决定出来之后 我们才能够看到是说 对这个选战到底有什么实质的影响 就像老师之前说到的 这个我们的郭台铭先生啊 本身的格局真的是超漂亮 他这认真选的话 他的上会的几率是最高的 但是呢 他选那个副总统啊 老师在直播也就说到了 选那个副总统的候选人啊 大概就不用玩了 那果不起来 也别玩了 他自己去退选了 因为没办法 因为他选的那个副手啊 是完全是给他拖后腿的 所以他的一选出来那个副手之后啊 他的身是直接直线往下掉 这个我们从民调上面 还有各个历史记录 我们就可以确定这件事情 他一旦宣布那个副手之后啊 那个基本上他就差不多等于完完了 然后我们在直播上有讲过了 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去赘述了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老师还是说一下 我们的命令明天堂啊 所取得所有名人的资料 都是来自于选举公报跟公开的信息 那我们这边所有政府元首啊 包含挑战者跟衛冕者啊 他们都是经过了不处处的选举啊 都是已经有一旧官位的人 所以他们在网路上都有 他们的选举公报的记录 也会有他们的出生的年月日 没有时间 所以说也因为没有时间呢 我们的命令明天堂的准度啊 最高达到75% 这是极限值 只会更低也不会更高 这个我必须讲一下 因为少了出生时间啊 他有可能会跨日 比如说你在半夜可能10点半或11点 那可能就跨日了 那就是翻盘的问题 那如果是说 这个刚好最后一个石柱啊 产生了对其他的 其他的公位产生的一些变化 也会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是说啊 最高极限的 就是说他最后一柱 完完全全的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那最高极限值的准度也只有75% 所以说呢 各位我们就当做娱乐节目 来看一下啊 不要太认真 虽然老师过去的预测啊 是稍微准那么一点点啊 但是也是说 这个还是会有几率是会错的啊 说各位看了 不要太去激动啊 强到选举啊 就跟那个狂热 跟宗教狂热是没什么两样的啊 放轻松 我们看节目 图个乐就好 好吗 那我们首先啊 我们看到我们第一组候选人啊 就是我们的柯文哲前市长啊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总统候选人 他出生的时间是1959年的8月6日 化作八字啊是 己亥年星未月更生日 今年是65岁 65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年龄 为什么呢 因为65岁啊 你是一个学经历啊 都非常完整的时候 那你的精气神也非常的够 他的副手 他选了他们的党籍立委 吴欣颖女士 吴欣颖立委 吴欣颖立委 他的出生的时间是1978年5月18日的吉时 今年啊 也才虚岁46岁 10岁45岁 这一组啊 他们的搭配是非常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个政卫总统啊 你是65岁 那你的副手啊 是45岁 45、46岁 也就是说啊 你这个年轻世代 跟你这个 跟你现在这个60几岁的 这个老一辈的世代啊 你是能够吻合的 就是说 副总统他是一个被位元首 就是说你被位元首 他年龄很轻 啊 你有经历 那当哪一天 你这个政总统发生事情的时候 是四期走夜之间 对不对 那你这个副总统啊 才能够立刻的把精神跟提起来 还有经验啊 立刻去逮捕这个总统大卫的领导国家 度过危难 说这个东西啊 其实他选一个非常年轻的 一个副总统候选人啊 老是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啊 因为 被位元首嘛 就是一定要有这个能力 随时的顶替这政位元首的做法 而我们的这个吴姓吟立伟 他出生在五五年的丁世月的更成日 哦 那以吴姓吟立伟的格局来看啊 他现在是非常非常的顶尖 就是他实际正旺 但是这个旺有点旺得过头了 有点旺得过头 他关心来讲啊 现在已经是烧到一个非常火热的地方 那稍微学过命理的 或上过老师的这个八十基础课程的 都知道 当你一个人啊 你顶到顶峰的时候啊 你面临到了 就是开始就慢慢的往下去降 那他今年刚好是选举年 所以他还是在顶峰 他在顶峰的时候啊 去选这个副总统的尊位啊 对他个人而言啊 并不能说是不好 而且是他在当打之年 所以说他去做这些事情啊 并不能说他对个人不好 但是我们就要看的东西是什么 副手毕竟他是备位元首 他并不是一个主位 所以说副位的 副手的这个能量 最主要是要能够传达到主位的身上 也就是说呢 他能够辅助他这个主观 给这个主观有他的帮助 那么你这个备位元首才有用 就像年龄来讲 吴姓宇立伟他的年龄 是很能够去support这个 柯文哲前市长 因为他年轻的年轻的想法 他经历过的东西是 可能柯文哲市长他没有想到的 这个很好 但是以八字能量来说啊 吴姓宇立伟他的能量非常的轰烈 非常的强大 非常的一个炙热 但是刚刚好是 完全跟柯文哲前市长是相克的 完全是相克的 等于是说呢 简单来讲啊 就是黑与白 水跟火之间 他们两个是相克的 在这种相克的状况之下 你要去说 你这个 那个吴姓宇立伟 他能不能去给柯文哲市长帮助啊 这就非常难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在命理明天堂的第一个部分 我们有讲到 柯文哲前市长 他的能量是非常非常的弱 所以说呢 他在弱的时候啊 他需要的是辅助 也就是说呢 跟他有能量相近的 或者给他能够传达出很好的一些化学变化的 元素变化的 那对柯文哲市长才有帮助 但是呢 刚刚好 吴姓宇立伟跟他讲是相反的 所以是说 吴姓宇立伟 他一旦宣布成为柯文哲 前市长他的副所之后啊 我们可以预测到的 柯文哲前市长的这个经济神 第一个会下降之外 第二个他的身世啊 也会慢慢的开始下降 为什么 因为他顶不住 吴姓宇立伟他的强大能量 所以说他会越来越衰弱 越来越衰弱 他被自己的人压打下去 所以说他的时运啊 跟他的官位啊 就越来越暗淡 所以说 基本上来讲 那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就是柯文哲市长 他处于比一个 比之前更不利的地位 在我们的命理学上面 所以说呢 这个部分啦 他可能很难翻盘的状况是比较高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组 第二组就是我们侯友宜市长 就是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他选的一个副手啊 相信大家都很意外 就是我们的飞链电台主持人 也就是在网路上的一个媒体主持人 叫赵绍刚先生 年轻一辈可能不再了解赵绍刚先生了 他过去其实是在这个政治界啊 是一个风云人物 他也选过台北市市长啊 高票落选 那赵绍刚先生呢 他是出生于1950年的5月6日 1950年代的人 所以他已经74岁 10岁73岁 是一个古希之年的 一个老先生了 说他老先生 就是一个给他尊称啊 有人说老师 那你怎么说那个裴洛奇老太太 拜登老先生 没有这个是一个尊称 啊 这个是一个尊敬他们的年 得高望重的一个尊称 所以说赵绍刚先生呢 他今年74岁了 以74岁这个高龄啊 来当副元首 这个竞选啊 其实 比较不太适当 因为他太老了 我们看拜登老先生就知道了 人到年纪的一个地方啊 你扛不住这么多的政务 扛不住这么多的一些压力 如果哪一天 他们这一组当选了 但是你政元首如果 世纪走业 或是他发生了什么问题啊 那么这个副位元首 你也是古希之年了 你要怎么样去带领这个国家 来给他更好的一个 带 跟一个 度过这个危难之间呢 所以说这个副总统年龄 实在是太大了 真的是太大了 很少见过这么大的 来选我们中华民国的元首 或是副元首 而赵浩刚先生本身的命理格局啊 也是非常的弱 他今年其实他的时运不好 他出生在的是八字上面 是更一年的更成月的辛丑日 按照他的格局来讲 今年的时运也是非常非常的弱 没有什么太大的能量 可以帮助他自己 可以夺得什么样的好的位置 说他今年其实是什么都不做 会比做什么来的好的一个模式 加上属虎嘛 属虎 这各位也知道空王小队的成员之一 所以是说啊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自己很好的能量 而我们侯余市长 我们之前讲过了 他是丁酉年的丙五月的更需日 那今年也是随道报的一年 这两个很随的人都凑在一起啊 他能不能创造出什么火花呢 答案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赵浩刚先生呢 他本身的格局非常弱 他本身 激不起什么样的很大的大风大浪 跟吴欣尹立委完全是不能比 但是赵浩刚先生 他选的是副元首 所以是说他的能量最主要是要传递给 主位 就是他的 侯余仪先生 他的本身的命理能量 所以按照命理格局来看啊 虽然赵浩刚先生跟侯余仪市长 都是水老报 你是没有什么搞头的人 但是刚刚好 赵浩刚先生的能量是可以去传递给侯余仪市长 所以说侯余仪市长啊 他能量就突然变得水长船高 所以说我们在未来可以看到 侯余仪市长的声量啊 跟他的选举态势啊会一直逐渐逐渐的往上 有人说那老师 加上韩国瑜会怎么样呢 韩国瑜不是竞选的总统跟副总统啊 他是立委 那立委的话 这个我们到选前之后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说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再多论一下啊 这个我们先只论他的一个总统跟副总统而已 所以是说啊他这个传递过去了之后啊 本来很衰的人 他就像吃了大环丹一样 嘿本身的能量就起来了 他声量就会往上提 但是这里面还是有缺点 这是什么呢 这个只要选完之后啊 赵浩刚先生的健康啊 他会越来越往下 而且下降衰败的速度会特别快 衰老的速度会特别快 那包含如果选上了啊 他可能还有关心的加值 如果没有选上啊 那他的衰老速度会比过去快好几倍 那其实这个选举啊对赵浩刚先生本身个人而言啊 其实是没有什么样大的利益的 但是呢 每个人都有他为他自己的理想奋斗跟他努力的目标嘛 所以我们还是说赵浩刚先生啊 应该是为自己的理想而去奋斗 为他的理念而战 那这样状况之下我相信他也是甘愿 就算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他应该也是甘愿 所以说在这一组里面啊 原来两个很随的人啊 富富得政啊 这个必须说富富得政啊 所以我们看后面啊 侯余一世长是不是他声量也可以 会持续的往上 如果会持续的往上啊 我们就可以确定是说赵浩刚先生啊 宣布他参选这个副总统之后啊 他的确的能量是可以帮到侯余一世长 那他们整个的竞选的优势就会慢慢的出来 那当然就可以可能可以为之一战 然后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未免者 所以在这一组状况之下 关于侯余一世长跟柯文哲前市长他们两个比起来啊 那侯余一世长是比柯文哲市长高不下两成啊 这个会比他高出很多的一些压力 让柯文哲市长很难在这个柯文哲市长的光环之下发挥力量 这是比较难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未免者宝座 就是我们赖清德副总统 赖清德副总统啊 他出生于1959年的10月6日的吉时 那化作八字为吉汉年的鬼友月的新友日 那简单来说我们之前也说过啊 他也是运气很不好的人 那当然因为毕竟他是在副总统的尊位上 所以是说呢他还是有关心给他守护的副总统嘛 他是倍位元首怎么样他也是一个什么天子二把手 所以说他的关心给他的照护还是很足够的 人在其位就有这样的一个帮助 那侯犹豫市长虽然他也是市长 但是你不能拿市长跟总统高中去比 这个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巡抚 然后你一个是天子 你的关系的力量啊 你不可同日而语的 而他的副手啊 选的是我们的萧美琴前驻美代表 当然这个东西也不出大家意外 现在只是实锤而已 那萧美琴这个前代表 他的出生年纪时间是1971年的8月7日 也就是所谓的辛亥年 乙卫月跟甲子日 那这样的组合呢 其实对夏美琴这个那个什么 副总统候选人来说啊 他的格局也是非常强的 加上他现在现年是53岁 那对上这个赖青的副总统啊 他是65岁 这两个人的所有的学经历跟他的能力啊 都在顶峰的状况 然后一个去选总统65岁 非常很合适 那另外一个当副总统53岁 但是总统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啊 那这个副总统啊 他不是只有年轻的力量 他还有智慧跟能力去顶这个主总统的位置 就算哪一天赖青的总统选上了 那他如果他出生什么事情呢 是其走夜之间 都在发生了一些不可抗力的事情 那相信萧美琴 如果当副总统的话 他可以很快的去逮捕这个位置 而萧美琴这个前代表啊 也就是他的这个副总统候选人啊 他的今年的时运好不好呢 他的今年的时运也是不错的 然后今年的时运也是不错的 但是呢他这个时运啊 对他来讲的关心啊 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个人的时运很好 但对他的关心啊 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而他的能量也很难传达到 赖青德副总统的身上 因为他本身的能量是自己好 但是他没有办法外放出去 他只能培养自己说 我可以维持到说 我一定的能量水准啊 我可以以劲自动 那这个没有问题 那甚至他做什么事情 可以做得很稳当 但是如果他要去选举 而又是要当这个副总统的 被位元首的候选人 那他的关心就一定要有能量 或者是说他的能量 可以让主位的人啊 可以获得很好的帮助 这个部分萧美琴前代表啊 这个副总统候选人 他是做不到这一点 而且他所传递出去的能量 会让赖青德先生呢 感到比较会有一些不协调的东西 他跟托文哲市长他那一种 比较不一样 他是有不协调感 就是他们两个tempo 不好的去配合起来 就虽然不好配合起来啊 所以是说 就会变成说赖青德先生呢 他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啊 就容易发生变数 就是说我今天本来决定好做这些事情 或者说我讲这些话 但是呢 我刚讲出去 其他事情就容易出来说 其实你不是这样 因为你这个东西 你根本就讲的是错的 就变成是 他原本准备好的东西啊 讲出来的东西啊 或是做出来的事情啊 就很容易被别人打枪 那这个就是肖美琴 他的能量会让赖青德副总统啊 产生了一些很多的磕磕绊绊 也就是很多的阻碍 所以他的能量啊 其实是不协调度啊 也不是说相克啊 就只能说不协调啊 就像我们讲的油跟水 然后在里面加一勺盐 好像可以混合起来 但是又很难的真正的去调和 好 这个就没有办法这件事情 那当然你柯文哲那一组的话 是完全全的黑与白 水跟火是完全相克的 所以说以赖青德总统 他负贷的副总统 他去选总统这个尊位啊 他其实是 现在是比较不利的 因为他受到了副手的牵绊 所以让他自己啊 的实力 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 那他本身已经是副总统的尊位了 所以是说 他原本只要稍微用力一下 他就可以选上总统 但是现在 有肖美琴这个前代表啊 这个副总统的副手啊 就像什么呢 就像他要去抬起腿来 往往上卖一阶的时候啊 有人抱他大腿 对不对 或是他身上绑一个大石头 让他想爬起来 然后腰又闪到了 就是很难的去往上卖一阶 说这个对于赖青德副总统来说啊 是比较不合适的 说三组候选人来看啊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第三名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挑战这个总统尊位的 那相信听到这边啊 各位可以很确定的 是我们柯文哲前市长 他本身的官运啊 已经止步了 已经用完了 所以他这次想要再选上总统的位置啊 这个基本上的 老师可以说啊 他选上概率可能不到百分之五 不到百分之五 有机会啦 你说百分之五一点太低了 我们把它提高一点 他可能选上的机率不到百分之十 不到百分之十 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声量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人支持他 迷你暗里的可能很多人很拥护他 但是他的时运啊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扛得起总统尊位这样子的气场 他可能过 他说实在的 他可能过几年可以了 但是至少 至少这些来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机会 在这个总统大选里面展出头脚来 那第二个就是侯友宇市长啊 当然还有我们的赖清的副总统 这两个比起来的话 他们赖清的副总统他的优势啊稍微弱了一点 侯友宇的市长他的优势稍微强了一点 所以是说如果三个人来去比拼啊 三个人来去比拼的话 那现在侯友宇市长他的胜率啊 大概是我们说的保守一点 大概胜率是百分之四十五 百分之四十五 那我们的赖清的副总统啊 他这比较弱一点啊 比较弱一点 大概呢就是百分之四十三 百分之四十三 那两个加起来就是已经是百分之八十七了 88了 就说剩下的就是我们柯文哲前市长啊 他最高胜率也只有百分之十二 所以说以目前为止啊 老师在这里可以看到说 副手状况已经确定了 那假如他们也都登记了 都去确定这一组人选了 不会再改了 那么侯友宇市长他登大卫的几率是最高的 他登大卫几率是最高的 那赖清的副总统啊 除非他有办法 有高人去帮他化解这个萧美琴代表的 给他带来的负能量啊 那他才有机会是说他直接登上天子之位 不然来看啊 侯友室长我们直接看一个月都知道了嘛 我们再看那个年底的状况之下 就可以很确定老师讲的是不是有应验 因为这个绅士啊 就直接会从他的他的命理的曲线里面 就可以看到 侯友室长他会一直一直的往上 那赖清的副总统 他会一直上上下下波形 然后缓步下降 那柯文哲市长呢 那应该没有什么疑虑啦 他就是往下了 他就是往下了 好吧 好那还是最后讲一句哦 我们这最高应验度只有百分之七十五 加上我们刚才讲到每一个人就四十几的 胜选率 所以是说呢 各位 图个乐 好吧 不用太去在意是说 啊这个谁说谎啊 谁是这个这个根本是什么 汉奸走口卖国贼啊 对不对 不用去管这一些啊 那也不是我的事情 也不是你的事情 他们谁选上了 我们都是老百姓 我们都是脚碎那一个了 对不对 没有 我们不用去挤动这件事情了 那演戏的疯是疯子 看戏的是傻子啊 你不要看演戏的变成是聪明的人 然后我们变成变成疯子 去疯狂支持他们 没有用的 选举都是选贤与能啦 当然目前为止啊 选贤已经办不了了 选与能啦 也选不出来了 我们只能选自己看起来喜欢的 这个选举到最后 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就像我们最近看到的阿格林总统 拿个电锯他就可以选上了 对不对 那真的是真的是他有能力吗 不是 那是大家看他觉得好像可以 所以说选举已经没有选贤与能的功能 只有选看的顺眼跟不顺眼 我第一印象觉得他喜欢或不喜欢 不然我各位请问一下 你无论你支持谁 你能够说得出来他为什么可以当总统 他过去做了什么样的好事吗 能够说出来呢 有 不多 那你可能觉得我可以说出来 柯文哲的市长做什么地方好啊 可以 你一定可以 但是你可以 那其他人不行 所以就只有你可以而已 所以说这个事情 选贤与能这个事情 只在我们国父自宗三 他的理念里面出现过 而事实上 是从我们中华民国建国以来 从来没有一次是选贤与能 从来没有一次 不要说蒋经国了 蒋经国那个是靠世袭的 他不是选贤与能 他不是选出来的 他是靠世袭下来的 对不对 那你真的有人力的 对不对 你说那个孙映玄 他有当总统吗 没有 他也是被官派的行政院长 所以是说 这个制度 选不出贤人的人 选不出能够带领国家走向好地方的人 只能选出来 我们觉得他表演起来 我们很喜欢的人 我们在选的是一个戏台上的主角而已 感谢各位今天收看 我是陈老师 下一次我们可能在选前 还会在作为一个最后的总论 我们下次见